大家好 我是铁头 刚去买菜碰巧遇到了当初开了一条大花莲 花莲鱼越大它的肉质是越好吃的 我买了一块鱼卵回来 我们来做一道香菊鱼卵分享给大家 买回来后把这些残留的黑膜油给了清除干净 洗净了鱼卵千万别急着切 我们一定要把它表面的水分给吸干 要不然菊出来的鱼水汪汪的那是不香的 好擦干水分后再给它切成小块 大小均匀一点啊大概是一指宽 切好的鱼卵给它放到大盆中调味腌制一下 往里面加一勺的黄豆酱 来上一小勺的生抽 蚝油也来一小勺 适量的盐 盐就不用下太多了哈 那几样材料都是咸的 再来一小勺的生粉 先把它给拌均匀 黄豆酱配鱼卵 不管是蒸的还是橘的 我都特别喜欢它的酱香味 非常的浓郁 好 往里面再加一点胡椒粉进去 最后倒点花生油 稍微给它搅动一下 放一边腌制十分钟让它入味 腌制的时间我们准备姜葱蒜各一把 我们只要把这个姜给它切一下就可以了 做这道菜啊 料头我们也要守着放啊 取一个好的砂锅烧热后我们倒点油进去 先放入姜粒煸香 差不多了 就倒入蒜粒 这个料头啊 我们也要有点顺序啊 最后再来下葱头 把这三样料头的香味全给它爆出来 好 全部香味出来了 现在把腌制好的鱼块给放进去 做这道菜啊 我们记得是不能加水的啊 加水的话 这道菜就已经废了 盘中剩下的黄豆酱啊 这些醬料啊 又给它淋到上面 不要浪费了 好 把锅盖盖上 先用中火给它焗五分钟 好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往锅边淋点高度米酒给它蒸香 继续给它焗多一分钟就可以了 时间一到 关火 哇 好香啊 最后给它整上少许的葱花点缀一下 这道香菊花莲鱼卵就可以开吃了 鱼肉嫩滑 香气十足哦 做法还特别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试看 剩下 Mixed Mihilay Circ